今晚的主持人 那今晚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会友 来分享他在Pathway的学习经验 今晚他将会用另外一个角度 不只是在学习部分 而是了解如何去教导别人 来分享Pathway的导师计划 也是Pathway的mentor program 这位讲者也是我们的DTM的杰出会员 葛淑兰 我们掌声欢迎他 好那在简报开始之前 隆我在简短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师淑兰 淑兰他已经参加演讲协会 已经超过13年了 曾经担任中新新村中文会 以及南投人和双语会的会长 他并担任F4区的执行长 区执行长以及2011到2015的F部执行长 现在是南开双语会的救援教练 那目前Pathway他已经完成了第一条路径 就是培育领导力 正式的进入第二条路径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透过今晚的分享 来帮助大家明白如何完成Pathway的导师计划 让我们一同再一次用掌声来欢迎葛淑兰 大家好 好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好谢谢你 谢谢 好 今天在讲这个Pathway的导师计划之前 我要先说说 我为什么会完成这个Pathway的导师计划 那是因为我在进入Pathway之后 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都没有在我们的路径里面说明 但是我就很不自主的就点选进去 然后就不小心的就把它做完了 所以各位认为这个导师计划会不会很难呢 我看不到你们的表现 你们的点头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难 其实不难 很简单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 我怎么样去完成它 然后它的步骤有哪些 会跟大家一一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我们的PPT好吗 好我们先进行下一页 因为我们的 我们都是中文会的会友 所以呢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中文 我们的Pathway的界面 已经把它翻译 用Google 谷歌大神呢 把它翻译成中文 所以各位 您如果在进入之后 对语言有文字障碍的时候 就跟我一样把它点选成中文的界面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因为基本上我会认定 大家都已经有进Pathway的 因为有进入Pathway 入境之后 才会有做这个 Mental Program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设定大家是了解 怎么样进入Pathway 如果您还不晓得 怎么样进入Pathway 没关系 你可以找一个导师 来帮你 教导你怎么进入 好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进入 这个导师计划怎么做 如果你进到Pathway 大本营之后 会进入到这个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上面 有一个路径与学习 有看到一个 界头下面所指的路径与学习 你把它点选进去 就会进到下一页了 好下一页 下一页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看到 界头上面有一个活性 这个就是表示你 究竟你现在的成果 成绩单是怎么样 那我们把它点选进去 进到下一页之后 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不是有完成 这个导师 苏兰你现在没有声音 是不是有按到 不小心按到了吧 他自己不见 好可以了吗 那在这边 大家可以到 看那个活性 那个箭头的地方 把它点选 点选进去之后 看看你究竟 有没有完成你的导师计划 好我们看下一页 如果你有完成的话 在下一页你就会看到这边 我有一个导师计划 这个中文第一行 那我就是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完成的项目里面呢 究竟有哪些东西 我们再看下一页就会很清楚了 好 这边我四个箭头 第一个就是告诉你 这个导师计划 他的计划内容是怎么样 那怎么样做计划 等一下我再下一页说明 那再来他的步骤就有三个 下面三个箭头 一个就是准备 准备辅导 一个是指导 第三个是进阶指导 所以步骤呢就只有三个 很简单哦 只有三个步骤而已 好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这页呢就告诉我们 我们做导师计划 究竟有哪些的要件步骤 都会写在这个上面 各位你不要担心 这个东西其实我会留给我们的单位 我们的总会这边 他会留在网站上面 大家都可以去看 而且主要你只要进到 有进到那个mental program 就是导师计划 这一页的资料都会很完整的秀出来 那我把它简化成 更很清楚的条件 如列如下 请进到下一页 好在这边 怎么样做这个导师计划 第二要件就是你必须在你的 Pathways的路径呢 必须完成等级二 就是Label 2上面有个指导介绍计划 每一个路径都有 它的Label 2的最后一讲 会显现出一个指导介绍计划 当你完成了这个指导介绍计划的时候 才具有可以担任导师的一个资格 如果你完成的话 你再进入到Label 3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三个步骤给你做 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当导师 我这边有奴隶校要见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本身 必须是六个月以上的正式会员 然后我们的辅导期间是有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上 所以您如果想要做这个program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 预计要有六个月的时间 来辅导一个会员 那你就是要请我们的教育部委长 指派学员 那这个学员呢 不限制是我们演讲会的会友 如果你是别的专业领域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而我们的会友 指派的也不一定 可以是新会友 也可以是旧会友 如果这个旧会友 他在passways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 还有一点困难的话 你也可以当他的导师 然后引导他进入passways 如果是新会友进来的话 那我们更需要有导师来引导他 怎么样进入我们这个passways 所以你如果有心要做这个导师计划的话 你都可以跟教育部会长来请求 请他指派一个会友给你 而我觉得如果是您现在会友 你本身是教育部会长的话 你也必须为我们这些会友 注意到这些问题 如果他没有一个被辅导的学员的话 你可能要指派一个会友给他 让他可以辅导来完成这个计划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时间指导计划时间是六个月以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我们的学员做谋合 做互动 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好第四点就是说 导师和学员都必须提出回馈 导师做完这个计划之后 会在下面有个两讲次 他必须在分会做分享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这个指导计划必须的一个条件 请看他下一页 好 第一步骤就是作为导师的准备 这个是单元一 这个单元一呢 他下面有看到不需要演讲 你只要点选进去这个页面 然后进入他的这个指导手册里面 花时间去了解指导导师他的目标 还有他要成为导师的意愿 还有他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自己要做好准备 我有没有能力可以来帮别人辅导 所以你必须要做自我评估 做一些评量 但是你不需要做 不需要在这个章节里面做演讲 只要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把你所需要辅导的东西呢 完全的都了解一遍 才能够去辅导别人 不要说我都不懂 然后我就辅导别人 那就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就被你辅导的辅导学员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实质上的收益 好 这是第一个步骤 好 我们接着看个第二步骤 下一页 这个是步骤二 步骤二就是指导 这个指导呢 就是运用您的短期技巧 来完成一项短期的指导任务 在这个指导的时候 你要发表一篇五到七分钟的演讲 分享你首次当任辅导员 好 然后你从中间学到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步骤二 所以在你的六个月辅导期间呢 你必须要做一篇这样的演讲 就是把你所在这个段时间里面 不是六个月 就是六个月期间短期 可能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 你有一些的心得 或者是有一些的看法 你就可以在你的分会 把它做一个发表 发表之后 你就会 其实在你做发表之后 你会透过你的语言 还有你的思考之后 你会思考 或许我可以做更好的方式 或者是你的会友 或者是你的讲评员 都可能会给你一些回馈 或许可以调整 在我们当辅导员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需要更进步的东西啊 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 获得一些的回馈 这是第二步骤 第二步骤 好 进行第三步骤 在这边呢 指的是你已经长期的辅导了 已经运用了当中的辅导技巧 然后要定期的跟你的学员沟通 然后做记录 给他回馈 互相要有一个书面 或口头的一个建议回馈 大家要互动 你要知道说 你的被辅导的学员 他是不是有在当中 学到什么东西 有没有实质上获得东西 如果说你辅导的项目 就是让他进Pathways 那当然你就是要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教他怎么先登录 登录到我们的Pathways 然后去选择路径 再进入我们的大本营 然后告诉他怎么样 如果他是需要选择中文的 他选择中文怎么样选择 然后引导他进入到单元的 每一个单元里面 好好的跟他讲 然后在里面有个评估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 进阶的辅导当中 要花一些时间 不断的跟他沟通 然后了解他的进度是怎么样 因为很多 我知道大家在演讲会 有些会有 在看到Pathways的时候 看到他是英文字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障碍 他会认为说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他会拒绝会排斥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 很有耐心的方式 去跟他沟通 让他觉得说 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因为有人帮助你 前面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慢慢的引导他 来做好这件事情 去除他的心中的一些疑惑 完成第一次的演讲之后 带他怎么样去完成他的评估 让他能够完成一个演讲 然后接着第二个演讲 第三个演讲循序渐进 当然有些会有他很聪明 你只要告诉他一次 他可能就马上上手 那有些会有可能需要你告诉他两次 有些会有可能需要你告诉他十次 那像我这种人 我就觉得我是需要人家告诉我 实际我可能还不太清楚的人 所以必须要有耐心 对你的学员慢慢的循序诱导他 那这个辅导的期间呢 就是大概是六个月 当你的工作到一段落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你的分会 就发表一篇演讲 来分享你身为导师的一个收获 那这个呢 我还记得我这一篇 我在最后面这个工作完成之后 我发表的一个演讲 我的题目是什么 他是我的导师 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因透过我跟我的学员 方琪两个人的互动之间 我又发现一些我不懂的东西 那我会去再研究究究竟怎么一回事 而且他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 他甚至还会帮我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互动当中 就是教学相长 我觉得在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就说他是我导师 真的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觉得反而他是我老师 而我不是他的老师 所以这教学相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下一页 好 那在这边要讲的是心法的问题 当一个导师 要具备的一些的要件 要有一些心理建设 还有一些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认清楚自己的专长 比方说我是专长在演讲技巧方面 或者是会议运作 或者是教育制度 比方说像很多会友 他很上传演讲 像我们的会军 或者是我们的Torisa 他也很厉害 演讲很厉害 我们很多会友 他可能都是演讲冠军 所以他知道他的专长是什么 所以他可以用他的这部分的专长 来辅导他的辅导员 那有些人他是因为 他在我们的演讲会里面 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他对于每个立会的运作方式 他都很了解 所以他可以辅导会员 就是在怎么样运作这个立会的运作 可以告诉他 再来呢 有些人就是对教育制度非常的熟悉 像我们在中文会里面 对我们的PASSWARE 是最了解的应该是雨萱 还有素姨 他也很清楚 那他呢 在这个PASSWARE 教育制度就非常非常的专心 那由了他来 当我们这方面的导师的话 那大家学员一定会获得很多 所以当身为一个导师的人 他必须要自己知道说 自己究竟有什么东西 可以告诉别人 如果我对于某一样东西 我很专长的话 我来教我的会友 我教我的学员的话 那他会收获很多 而如果是这部分 某一方面我并不是很熟悉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能就要避开这个部分 除非你会在教导学员的时候 自己也会日渐的增长 再增进自己这部分的学养 这样子才能够教导别人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再来就是要聆听他的想法 当然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一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我要跟某一个会友 建立起学员和导师的关系的时候 要互相聆听 我要知道这位会友 如果他进来我们的演讲会 他是一个新会友 那你要了解他 究竟为什么要来参加演讲会 他在演讲会里面 想要学到什么东西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指引他一个方向 那如果你的会友 你的学员是一位资深的会友 更要了解 他究竟要想要在演讲会里面 再获得些什么东西 有了这个方向 你才会知道说以后怎么去做 所以聆听对方的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先知道别人要什么 我们才能够给他什么东西 不要说他想要我给他V 那他可能听不下去了 对不对 再来 接下来第三点呢 就是要设立目标 目标呢 告诉我们互相要设定一个目标 比方说我今天跟方琪两个人 我是他的 我的他的导师 那我们设定目标是说 让他完成level one 那我们就按照步骤 首先进入Pathways去选择路径 然后开启第一条路径之后 对吧 level one第一讲要怎么讲 第二讲要怎么讲 第三讲怎么讲 然后完成了这四讲之后 做了讲明之后 完成了level one 那他的目标就达成了 那这个可能需要时间 可能就是要六个月以上 应该基本上都是要需要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再来第四点呢 就是要提供建议 就是在我们的辅导的当下呢 要互相研讨 互相面对面 了解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当然他也可以跟我建议啊 比方说他会觉得说 欸 苏兰 你可能这个部分还不是很了解 真的吗 那我是不是 我去问问看雨仙看看 或者是我去问史梦看看 或是我去问Torisha看看 问其他的 比较有这方面的专场的人 我再请教他 我才能够 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 当然在这个询问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 其实很多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感 所以 这是一个透过互动之后 能够给他一个 给他的建议 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不同的观点 好 第五点 就是要鼓舞士气 这个士气非常重要 我刚刚讲过了 尤其是在英文这个界面 很多人就是会比较没有信心 所以士气是不断 每一次每一次都要给他鼓励的 那我们做一个导师 就是要给学员打气加油 永远知道 让他知道说 我今天有任何的问题 后面都有人支持他 而且我们都是他的拉拉队 让他觉得说 我在走这条路 我在走Path Race的时候 我并不是孤独的 我来参加演讲会 我并不是孤独的 我都有陪伴 我都有一个导师 很好的导师 可以让我随时当我的咨询 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导师 他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就是我觉得当一个导师 他必须要的一个心吧 那我要回头 刚刚说到 刚刚那几个PPT 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有步骤一二三 那如果您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这些步骤一二三 他都分别出现在你的Label 3 Label 4 Label 5 里面 那你只要 每一次在完成你的 你讲试之后 你点选他进去 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它 就很简单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的做 还是有问题的话 不要怕 有很多人可以让你问 好 那我也很希望 我能够把这个 我所知道的东西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因为事实上 我当我在做这个Po 这个Program的时候 我也是懵懵懂懂的 我是在无意之中完成它的 我真的不知道 每个人必须要完成这个导师计划 我只是看到他在Label 每个Label当中出现之后 我就按进去点选 照着他的要求 叫我要看我就看 叫我要做演讲我就演讲 我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完成它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要怕 这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那请给我下一页好吗 最后一页了 有点耐心哦 好 接下来等一下呢 我会跟方琪 方琪呢就是我的学员 那我会跟他做一个互动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在我们 我跟他的互动的方式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彼此先认识 因为他是一个新会友 等一下你看就可以看到他了 他是新会友 所以他对我们演讲会是完全都不了解的 我告诉他先告诉他 演讲会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问问他 究竟你来讲讲演讲会要干什么 好 然后再来就是告诉他 我们的Pathways 这个学习的路径 有哪些 开始我们就马上他的iPad就拿出来了 我们就电脑上面就操作了 我帮他进了Pathways的大本音 然后选了路径 然后我们都进了第一 第一个路径之后的Level 1 开启了Ice Break 就是破冰之女 然后他就开始进行演讲了 进行演讲之后 我们就再约一次见面 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讲评就做了 所以他很快的接下来第二讲第三讲 他就完全能够独立的操作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学员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用心 而我们学员他用意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那我能够学的东西 学到东西 方琪也学到东西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能够收获满满 在这边呢 我就要分享到我的PPT 都到这边结束了 接下来呢 就是我和方琪两个人的互动 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 好 结束 好 结束 好 结束 泡泡 我第一次来的感觉就是这个是一个社团 让我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就像表达的能力 在短短的一篇演讲只有五到七分钟 但是可以讲到一个故事 然后也有结尾 这样子让我学到如何在讲到重点关键 然后也让人家简单易懂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你还记得我们怎么样开始我们的Pathways的那个路径怎么进入的吗 我还记得 当时就是我是一个新手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就拿iPad来行 因为你是我的导师 所以我约你出来帮我如何去登录 那一步一步来 你一边告诉我一边操作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操作两次 我回去自己也操作两次 所以很快就可以上手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当我们在现场操作两次之后 你愿意回去再操作两次 你觉得回去再复习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的Pathways这个路径的学习 觉得有没有困难 不困难 虽然上面有的很多都是 大部分全部都是英文 但是能记得的步骤 然后照做几次 有印象的要进入的时候 要登录的时候 觉得是很容易能登录的 嗯 不好意思喔 你是越南人 是 那你进入这个Pathways的界面 你是用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呃 英文的 英文的 是 好 好 各位 凡起是越南人 他也愿意尝试用英文界面进入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用担心 现在还有中文的 所以都根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了 对 好 好 那你在Pathways做的这个路径当中 你有没有问遇到什么困难 有没有什么 曾经遇到什么困难吗 遇到困难就是回去登录忘记密码 哈哈哈 哦 对 他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很存在的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可能改天我们请我们的 其他的资深的会友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是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在 我不晓得说 我给你的这个导引的方式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嗯 你可以了解我给你提供的一些讯息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目前是还没有发现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那 谢谢你 谢谢你 那你觉得说 如果你要给一个新会友 或者是还没有 嗯 还没有进来 嗯 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Pathways的会友 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导师的互动 如果是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刚加入会呃 刚加入 我们是新加入的时候一定会有 派给我们的导师 那要记得我们的导师是谁 然后遇到的问题不会登入 因为新手的什么都不会 就是一定要教导师 请导师喝一杯茶 然后那个导师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来教我等一下登入 开始会这样子 花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回去 然后自己操作一两次这样子 就 我觉得登入是很容易的 嗯嗯嗯嗯 好 如果现在 现在 你已经完成了Level 1 然后已经进入Level 2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你也即将会进入Level 3 嗯 所以你也会进入这个导师计划 是 那今天做做我刚刚的这样说明之后 你有没有有点概念 有 有一个概念 那如果说今天 之后你要当你也是一定要成为一个导师嘛 是 你想要怎么样辅导你的 辅导的学员 我所在你身上学到的 一定会教我的信会 因为你的方式让我很容易简单 又容易可以听得懂 然后也很简单 很快就上手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所以我会照这样的方式来去教我的 教我的会员 很幸会员 对 那就说其实基本上 我们的互动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 面对面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是 一对一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是 然后就是 老师是不是必须要对他的 他要教的东西必须要很清楚 对 对 所以他的每一个步骤 他必须要自己要本身是 曾经去先做过 嗯 然后再引导别人 是 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不同的方式的当中 我们可以互相再 互相交换意见 对 交换意见 对 所以说 我觉得当 当导师 不是最重要的 学员最重要 因为学员 他如果很愿意来学习的话 我觉得 你就会做得很轻松 我觉得都重要 因为一个导师 第一个是 对这个学员有用心 嗯 有用心去教他 然后这个学员是肯学的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两个都有这样的心 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 嗯 对 所以现在 方琦也准备要成为一个导师了 对 所以他也应该也选定了一个学员 但是 哈哈哈 所以他 他也有 他也会有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模式 因为我的方式 其实不一定方琦会照做 嗯 然后方琦的方式 呃 我的方式对方琦可能有用 我的方式可能不一定对其他的有用 所以这个是 每个人都是在变的 但是我觉得 那个中心思想 就是我刚刚 列的那几个心法 我觉得是不变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先了解自己的专长嘛 嗯 然后互相沟通 然后给他们建议 这些引导的 的东西 大原则是不变的 嗯 但是那些路径的小 那个怎么样走 这个路是每个人走的路径都不一样 所以他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 在教学当中互相成长 嗯 对不对 嗯 学习嘛 学就要习 对学就要习 对学了那么多 我们在Paceways里面学了那么多 是不是就应该要 拿来练习 用在别人的身上 给别人也能够学习到 我们所学的那些东西 那就是我们参加 延长会的一个目的 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所学的东西 嗯 好 那就 方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 嗯 你讲得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们两个在这上面是 互相 互相包 包别 包对方啊 没看到别人的互动是怎么样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就到这边我做个小小小的总结 嗯 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导师计划它没有很困难 嗯 可能大家看看到我那几个朋友不是很多 那你会觉得很惶恐 但是你不要怕真的不是很难很简单很简单 我是南投中心新村中文会的会友 我也是人和双语会的会友 我也是南开的教练 所以在这三个部份你都可以看到我 那在F部的会员里面应该很多人都认识我 我也很也常常去很多的分会 所以大家如果你对这个导师计划有问题的话 我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络 我会接近我所能的告诉各位 说我我觉得太简单 是因为我做了之后很简单 刚开始我是一个人摸索完成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会害怕的 所以我了解还没有做的人 他的一些懵懂之间的一些惊恐 但是真的不要怕 因为后面有人 已经前面已经有人坐在前面了 不要怕 一定可以完成 心不难事就不难 对 心不难事就不难 方琪说的很棒 我觉得他讲座更棒 好 那我想我的演讲 我们的这个环节呢 就到这边做结束了 因为我想后面呢 或许大家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来做回答 这样子或许大家会收获更多 我把主持棒交还给我们的总主持人 谢谢 谢谢 太感谢苏兰跟那个方琪 哇 这么棒的那个演讲 以及这么好的互动 我们聊天室好多人都在讲说 你们可以打开一下聊天室 你们可以看到说 好多人对你们的互动的方式啊 都觉得好可爱哦 好生动好活泼 已经不像是 只是单纯的给我们东西而已 而是两个人在互动当中 我们也会相对的体会了好多东西 所以我想现在也大约就是 既然时间在我们这边 我们下个单元就是QA的时间 我想也这边也说一下 大家就像是刚才苏兰说的 除了他们刚才的给我们这些东西以外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欢迎大家现在目前可以在聊天室留言 我们会有专人去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 然后我们来问我们今天的淑兰跟方琪 OK 那在收集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今天就比较有私心 我就可以先回 先问问题 刚才其实又已经有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有 我看到这个的简报 其实看起来是很精简 但是它内容真的就是很细心 很有节奏的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要先问淑兰 你刚才有讲到说 其实当一个导师计划 你说 它没有比较明显的告诉我们 怎么做 但是有那个单元在 但是它没有路径的指导 你是去摸索出来的 所以我刚才有听到说 你说有一些资料要去填 在passway里面的导师资料去填 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可以分享让我们看看说 所谓的资料 还是可以用口述的方式告诉我们 或者是在直接可以分享 让我们知道说 是在哪里可以要去填这些资料呢 这些事情 应该我觉得 这是在我们passway上面有个问题 因为当我完成了 它的这个program之后 它就完全就丢到我的 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个 那几个program上面 就没有在路径里面就看不到了 嗯嗯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的话 你会在路径里面看到 而我已经完成了 我会在刚刚上面里面看到 那可以请Olivia 这个它你翻到我的那个 OK好 等下简报第几页 先 第五页 第五页 简报第五页 你一般来说 这个是在下一页 好在下一页 这一页吗 如果你完成了Level 2以后 就会进入Level 3 Level 3的时候 就会看到第一个 它会这个演讲 演讲者 演讲什么 演讲者什么 行接课程 演讲者 行接课程导师计划 就会它会直接会出现这个 那你如果按发射 按发射里面 它就会出现这个单元整个介绍 OK好就是在这边 然后呢它可能 再来第二个准备 准备辅导 它也会在Level 3 你开完了第一个之后 第二个它就会出现了 第二个那个准备辅导 那个它也会出现 那一样你按发射 它的单元就会出来了 它的那个 进行的方式 其实是跟Level 1 Level 2 每一个讲次是一样的 方式是一样 这样子 那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 这个辅导 这个是在我Level 4的时候出现的 然后在进阶辅导 是在我Level 5的时候出现的 这样子 OK 那因为我已经完成了 所以它就把我丢到我的成绩 我的成绩在里面去了 这样子 OK 好 因为我相信现在一定 当然就像说的 就是你当初有协助方喜 整个iPad就拿出来 大家一个个这样做 所以如果真的要很了解的话 当然就是 也可能是在今天的课后 或者是 你们刚才 您刚才有说到 就是说随时都可以 欢迎大家来找你去问 说怎么去知道这个位置在哪 怎么去用 我觉得因为这个界面可能用手机并不是很方便 最好的方式是用桌上桌上型电脑 再来用iPad的或者是笔电都OK 都可以 手机版大概很难完全显现出那个界面 是是是 文字太小了 像我这种老太婆的眼睛 我们考试也很用心的不能让你太辛苦 对不对 我们要找 对就是大家放松也可以这样子互动的方式来学习 嗯 了解了解 好 好我先看一下目前的一些问题 哦 有学院有问说 这所谓的六个月的mentor 是指在六个月内就要让新会员完成level 2吗 感觉就是意思是说 是不是他就是一个进度的要求呢 并没有这样子要求 没有要求 大概他是要求说你的辅导时间要大概是要六个月 嗯 并没有要求说你的学员一定要完成level 1或level 2 但是我们可以跟学员我们可以一个约定 比方说我只要你完成level 1就可以了 或者是要完成两个讲次或三个讲次都可以 是要看你的学员他的需求 有些人他可能很忙啊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说一直持续的参加 或者是有些人他的进度很快啊 他说他要完成多久 那都可以啊 就是看我们基本上 就看学员的需求 那我觉得半个半年的话 其实能够完成到一个level 我觉得是很不简单啊 除非他真的是有心 因为一个level大概要讲 level 1的话就要讲五次嘛 所以他在半年里面也讲五次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可以愿意做我只要讲两个演讲 或者是我只要做完那个奖品回馈 或者是研究法表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互相设定一个目标就好了 了解了解 就是你刚才说的心法的部分 他并不是制式的说跟presswell的固定 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去用刚才所谓的心法 我们还是可以设定一些短期目标去完成它 OK 好这个问题是刚才那个M1 KMPG的Foster问的 那希望有回答到Foster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还想再问的话 可以你再继续留言 那下个问题是来自DH Josephine Lee 他请问说 请问辅导员的两篇演讲 是否与原来入境的演讲完全无关呢 是不是他并不列入任何Label和Project 对 他完全跟我们Label都无关的 他刚刚说过你必须要在Label2 完成了导师计划那个演讲之后 再开到Label3的时候 Label3他才会出现 那他跟我们Label的演讲是无关的 他是单独的 可是他会在你的每一个Label的最下面会显现出来 Label3会显现一个 Label4 Label5 各位显现出一个 那你另外单独都要做就对了 这样子 这样换句话说 是不是我不做 我也这样可以完成那个Label 对 你可以完成Label 可是你的这个Mentor Program没有做完 OK OK 了解了解 好 谢谢有回 希望有回答Josephine Lee的问题 那Foster 刚才那个KPMG Forster 他继续问到 Mentor对象只能针对新会员 还是可以指导已进行Pathway的救会员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可以指导救会员 那六个月的期间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在第一个问题答案的时候已经回答过 那六个月内要指导对方达到哪个Label 或完成几次演讲 才算辅导有完成呢 我刚才有提过 你的Mentor就是你的学员 他不一定是新会友 你可以是旧会友 比方说他或许他对Pathways没有办法进行 你就可以帮他 所以不一定是对真的我们的新进的会友 任何一个会友 甚至他在这个上面解释是说 不限制是我们演讲会的会友 你不一定是辅导他的演讲部分 或许是在你个人自己的专业部分 比方说我可能是一个网球教练 那我辅导一位会友 不 辅导一位球友 打他的网球 这个也是一个计划 也是一个导师计划 但是你可能要跟你的 跟你的那个教育部会长讲一下 说我是要再进行这个计划这样子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两个演讲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说明我今天做了这个导师计划 我的学员 我的辅导的对象 是不是我们演讲会的 是其他专业上面的 这样子分享就可以了 其实他的重点是说 我们是要怎么样把我们所学的东西 怎么样去交给别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是不限制演讲 你的任何的专业技巧 你的工作上面的 或是你的兴趣上面的 他并没有胜限 所以是可以的 哇这个回答真的很好 我觉得Forester刚好问这个问题 也让 虽然这方面 可以再跟我们多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样的导师计划 其实他针对于所教学 不是只是好像是在Toastmaster里面 就像你刚才的举例的方式 他可以在任何的 你想要用教人的这个方式 来去让人去学习的方式 哇这真的是 哇这个我听到真的是 刚才在听的时候 没太大的感觉 这样再听下来 哇原来所谓的不设限 在Toastmaster会员的 的缘由是这样子的 这个好像我也可以用在我孩子身上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我有教孩子的可以这样用 好 另外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的说明 在我的PPT的第六页 是 第六页上面 他这个文件说明很清楚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在文件说明的部分 这是 他的那个 导师计划里面的说明 是这样子的 好 对有 刚才我有 的确有这样的分享 好 那下 那 这个好 我再看一下 下个问题是 好 我 我目前就是这两位 我们的好奇宝宝 这是学生好问 真的是 那就是奋利有 又有问到说 第一个路径剩两篇就完成了 那第二个路径 十月会进入L2 那请问这样的状况的话 是用哪个路径开始来做辅导员计划 会比较好呢 用哪个路径啊 对 他说第一个路径是剩两篇来完成 第二个路径是十一月 就等于说即将要开始 但是还没开始 那这样的话 会建议从哪个路径来开始辅导 做辅导员计划这样子 我要确认他的第一个路径已经完成的时候 快要完成了 他的路径里面有没有看到 这个Mental Program的计划 这些讲次 OK 这可能要请Joseph and Lee 能不能再帮忙 有的话 我是建议他在第一个路径里面 去完成它 因为他其实 他跟给他第一个路径完成 是不相关的 他是干净的东西 那因为 做这个Mental 他是有时间性的 有六个月嘛 所以你要自己安排自己的讲次 怎么样在什么时候 做这个路径会比较好 可能要看个人的需求这样子 OK 对 我觉得虽然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真的很好的 就是说已经有讲到说 其实因为他跟Level本身是没有太大关系 既然你有看到 那不如就从Level1就开始 就去执行 会来的也蛮好的 OK 好 那这部分希望有回答到Josephine的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是 在这六个月的辅导的期间 这个也是我很想问的问题 对 因为刚才有讲到说 你们常 你跟方琪常常的接触 那到底是How often 多长呢 怎么去建立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 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开始会 是这样的视频率还是 这样听起来好像更长 因为我感觉你们两个好熟 不只是 导师跟学生 甚至像是朋友这样子了 所以 这是 我很想的问题 就是多长你们做这样的动作 而且 这个问题我一起问完 他说 这个问题还是说 请问这个是不是 而且这个是不是更好的方式 并不是在我们 我们 例会里面 而是额外 就有这样的接触了 对 我来分享一下 这个基本上 因为在我们例会当中 其实大家都知道 例会的 有它固定的节奏 所以它是 蛮紧凑的 双方的互动时间 其实并不多 所以 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你要辅导 好好地辅导 一个学员的话 是要花时间 在单独跟他 私下两个人沟通的 所以像我跟方琪 是在我们的人和会 里面认识的 我们刚开始 我们起初也是互相不认识的 那是因为 我当了他舞蹈员之后 我就说 不然 是他先要我的 他说 苏安姐 你可不可以 叫我那个佩斯韦斯 好 那我讲说 他既然是那么热心的话 好 我就跟他 开始有互动 所以其实 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有人 愿意 花时间去 去做这个 起步的动作 那基本上最重要 就是 Mental他自己 他既然是一个辅导员 要比较主动一点 因为除了 学员当然是很重要 那学员他会觉得 可能对这个环境 如果是新会友的话 可能对这个环境 他比较陌生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 怎么样去跟人互动 要跟谁啊 其实他的辅导员 他也不一定认识 所以当辅导员 他必须要比较主动一点 花一点时间 跟他私下见个面 我觉得一次可能还不够 因为人就是这样子 见面三分情嘛 你差点跟他互动之后 你会比较认识他 大家才比较能够 讲出自己想要讲的话 才能够比较了解说 对方想要做些什么 所以一次两次 你觉得还不够 不许一次就可以了 就可以上手了 有的人可能上两次 或者三次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看那个学员 看你自己本身的时间来安排 安排这样子 我是一个学员 那我来也是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是学员 那进来是要学习的嘛 所以那个有辅导师 那为什么我们不许好好去运用 那只有他要调整一个时间 但学员跟辅导员都能有那一个时间 就约出去见面三分行 那导师花时间教我 当然我要请他喝一杯茶嘛 这样子一边喝茶一边教学 这样子是更好的 我会被茶片的 所以是方琪 你们两个互动是方琪比较主动吗 对她很主动 所以我一直说 其实方琪她才是我的导师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主动 很积极很正面的人 即使是说我今天告诉她写什么东西之后 她回去她会去操作 她实际用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下做了之后 因为我说那个是 因为文字问题 我们可能会隔一层 会觉得她有点隔阂 那当下操作之后一次两次 回去你如果再多复习一下 我觉得她就会记得很清楚 就好像我们以前在读书的一样 老师在上面讲的课程 回家是不是要复习 那印象是最深的嘛 所以把这个原理运用在这个 做学习的任何东西上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哼嗯哼 真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真的让我自己在 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 我也是想很多 就是等于说方琪作为一个学生 其实她主动性 就是应该达到我们自己学生的本分 主动性要高 那这时候在这种Pathway的导师计划 我们也可以乐于这样的互动的方式 来的会更好 所以过来就是像如果我想要找到一个辅导员 我这一本身我也可以很主动的跟老师要求 比如说想学英文 我就应该更主动的方式去学 那这样获得的力道 会比一般例会上来的更多 方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你其实反而 额外在跟苏兰的互动的部分 因为这样私下的接触 苏兰也因为这样的计划 其实你获得比例 甚至比例会来加倍更多的方式 对 因为在例会上我们的时间不多 而且休息的时间只有10分钟 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有他的那个节目 所以那是底下这样子 一边教学还有很多可以去学 学会比较详细一点 嗯嗯嗯嗯 OK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方琪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透过这样的计划 你有感觉到你的所谓的实质的成长呢 你怎么去感受到你的成长 就像刚才苏兰说的定个目标 那是这个目标达成了 你就感觉到你的成长 还是用怎样的方式 应该也是学中文嘛 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这样的量化 我们可以说是这样量化成长 对 因为我们学第二万语很说是考分数嘛 但是学语言其实不是考分数 那你怎么去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嗯 因为我之前我讲话就是常常人家说我讲太融场 没有关没有重点 之后进去那个演讲会之后 有部导师给我那个很多的建议 如何去结构一篇演讲 第一个就是开场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总结 那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讲话就是 讲第一篇演讲就真的很不好 到后来慢慢慢慢讲 讲到第四次这样子 就是辅导给我们 我的奖评就是真的是有差很多 之后慢慢 我们我用的passway上面他给我的题目的之后 我跟这个题目来去演讲 每一次演讲都不知道 给我的回馈 还有其他的讲评员给我的回馈 自己的本身也感受得到 我讲的每一篇演讲出来 真的跟以前都真的不一样 哇 哇 你也有在记录之前的演讲 然后去比对自己的进步 哇真的是 哇真值得学习的目标 哇真的真的哇真的方琦真的很棒 也因为有舒兰这样两个的互动 让我们今天学习到很多 谢谢 好也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目前我相信大家还是有很多的 后续有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 我想就像舒兰今天也很open 说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您 我相信这后续的部分 我自己都会想私底下再继续找您 跟您讨论一下这个passway 还有找方琦来去了解这种心态的 心境主动式的学习 OK 好那时间到这边我想我们就进入到 就这QA今天的单元就是到此 这边到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到整个的致谢 跟来宾感谢这样的大合照的部分 那最后感谢我们这么多今天的在这边参与的与会会有的配合跟支持 今晚的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连结分享的QA 好那这连结分享的QA呢就是在 这边 好 这里QA最主要就是也是一种互动式的方式 今天我们中文的passway的互动式的线上培训 任何的一些办的内容啊 以及讲师的分享 以及活动课程的一些流程的安排啊 那有赖于好或不好 那好的地方就可以给支持 那觉得需要改进可以让这个流程更顺 或者是这个教育的品质来的更好的话 也都欢迎大家呢去提供 让总会有一个更好的互动式的提升的方式的机制 而进一步的成长 那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用手机的QA 扣码拿去扫 就是给我们这相关的线上的一些问卷的回馈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为了感谢今天优秀演讲整的分享 我们需要颁发我们的感谢证明给您 那现在就我们把我们的那个spotlight对上我们的苏兰 还有那我们把我们的感谢状也分享出来 那现在请我们的那个photographer 我们来跟苏兰一起共同拍张照片 好 OK 好 虽然笑一下 跟方琪也可以 我虽然笑一下 OK 好 那 完成了吗 OK 好 那下一个的话的话 我相信每个的好的活动 以及好的活动以及好的流程的安排 都是因为有今晚的幕后团队支持 那我们感谢今天的Emily 还有Simone 还有Peter 然后做我们的幕后的团队 那请Emily Simone 看你们 然后能打开你们的视讯镜头 那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Vicky Vicky有solo照 不好意思 这是我主持人不好的地方 那Vicky的部分的话 也来一张照片好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这里刚才忽略了Vicky的部分 好方琪的部分 好 请方琪 OK 1 2 3 OK 好 那我们下来 我自己这 有点天人的方式 我们再跳回来 我们的support team 我们的幕后团队 今天我们的Emily 跟Peter 还有我们的Simone 来 这部分的话 来感谢你们 请看向镜头 然后摆出你们可爱的笑脸 美丽的笑脸 还有帅帅的笑脸 好 谢谢你们辛苦了 然后最后要感谢今晚的主持人 就是自吹自嘴的主持人 就是我本人正言Oliver 请帮我自拍一下 好 不好意思Oliver自己要跳一下 OK OK 好 谢谢 好 OK 那今天的活动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我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去互动 那最后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也预祝三天的廉假假期愉快 下一场Pathway的互动线上培训 将在10月中10月17号的礼拜六跟10月底的10月31号的礼拜六晚上举行 那下一请大家共襄盛举 那就跟大家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 拜拜 谢谢我们今天 Oliver Oliver 有那个GuruPhoto GuruPhoto 我们来团结照一下 然后Oliver 后面还有 还有slide 我们先GuruPhoto Oh sorry sorry 第一次请原谅第一次了 It's ok Ok 那我们GuruPhoto的部分可能要 我们看一下有几页 然后 这GuruPhoto 那大家请 开启你的视讯镜头 开启视讯镜头 好 这个尽量大家知识白酒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是线上的方式 那大家就会 OK 我们现在有我们Photographer 会一页一页的帮大家拍照 好 可以打光了 就尽量打光 让自己帅帅的美美的脸露出来 要漂亮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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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好 好 最后最后这个 我还是要说一下 到这边就是 请大家也欢迎今天所有的问题 你可能没有 线上还没有想到 或现在才刚想到的人 都欢迎加入我们在Facebook上的 D67的Passway的QA的FB 我们的脸书的社团 可以欢迎您 询问任何有关Passway的问题 我们你会得 将会得到最快速的回应 好 以上我来确认 好 这是最后一页了 好 希望今天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还有一夜 还有一夜 好 不好意思 还有一夜 对 就是刚才广宣的部分 10月中 10月中 礼拜六 10月17号8点 我们将会有 有我们的张建志 来为我们分享 积极聆听 How to be a Table Topic Master 那还有10月底 10月31号 礼拜六的 晚上8点的部分 由我们邱雨莉 来进行有效讲评 来提供一个有用的讲评的 诀窍与技巧 好 这以上是我们 10月中跟10月底的 下一个阶段的Passway的互动 是线上培训的课程 好 那这个部分 就请大家积极努力的 踊跃的报名 好 好 我这次很确定 已经没有 不好意思 OK 好 那就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谢谢今天的讲者 谢谢苏兰 谢谢方琪 还有谢谢团队们 谢谢各位会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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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莫谢谢 习莫谢谢